晚上8点中超揪出最大水祸 球迷果然没有看错他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国足聊一下中超联赛 大家都知道中超联赛是第二阶段比赛是刚刚开始 可以说本次季的中超联赛可以说支离破碎 因为目前来说有很多球队面临着欠心 很多球员都出走了 尤其是一些外员包括广州队 很多高水平的外员都离开了中国前往自己的家乡 目前来说整个中超联赛只有几支队伍能够正常运作 包括山东泰山队包括上海海港队 这两支球队可以说被看作本赛季中超的最大热门 就在刚刚的时候这两支球队也进行了直接对话 最终在晚上8点正式结束了这场比赛 最终山东泰山队是2比0击败了上海海港 可以说这场比赛是完美的诠释了国家队的一些球员的比赛状态 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海港和山东泰山队的球员中有非常多的果角 包括咱们的国门严俊玲 还有一大批的果角都是在两支球队中 所以说从本赛比赛可以看出咱们的国门严俊玲 确实在表现中确实差强人意 两个丢球呢虽然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呢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出击犹豫 包括判断失误造成的 第一个进球是山东泰山队的一个投球 可以说这个球啊 严俊玲的话其实出击的话可能会把握性更大一点 第二个球呢是孙准后的一个任意球直接破门 那个任意球呢可以说对于严俊玲来说呢 他出现了判断失误最终呢也是被孙准后呢 直接打进球门 两个进球啊虽然严俊玲都做出了扑球 但是呢都没有扑出这个皮球 最终呢0比2输给了山东泰山队 可以说严俊玲虽然能够坐稳咱们国足的第一门将 但是他的表现确实很多球迷啊不是很满意 在六场12强赛中丢掉11个球 可以说虽然说对方的实力非常强 但是呢作为国门来说呢 严俊玲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而且他的出击范围比较小 虽然门线技术比较不错 但是呢作为国门来说呢 你不止有门线的技术 还要有大局观 包括一些国家的出击 让皮球呢尽量远离自己的球门 能够做到这一点 可以说让国足的国门能够更加稳固 但事实却是相反的 可以说严俊玲的表现呢 确实不是很让人满意 可以说目前来说 李修鹏上演之后呢 应该会换掉严俊玲 从班上比赛来看呢 可以说王大黎的表现是完全是超过了严俊玲 但是在国家队中呢 王大黎只能打个替补 其实以王大黎的实力啊 是完全能够担任官门的 因为王大黎确实是大战型的球员 他也是在多次表现中啊 完美的诠释了自己的全能性 包括自己的气场 在比赛中有一个点球 虽然可以说虽然王大黎扑错了方向 但是奥斯卡也是被王大黎的气场所在汉 最终呢设施了点球 从两个人的对比可以看出呢 王大黎是完胜严俊玲 不管怎么说啊 其实严俊玲俊也算是表现中规中矩吧 不能说是亮眼 但是也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 可以说作为国家队的门将呢 你需要承担的更多 尤其是面对强队的时候 可能一些出击 包括一些判断失误啊 都会造成咱们国足啊 丢球 甚至呢丢掉分数 所以说我个人看的话 王大黎要比严俊玲俊要强一点 对于球迷的其实一直也是对严俊玲俊有一些指责 也是认为严俊玲俊的能力啊 达不到咱们的国家队的第一门将 通过本场比赛呢 可以说充分地看出了 王大黎呢确实要严俊玲俊更加稳定一些 也是希望呢 国足在接下来十比赛中啊 能够打得更好 争取了在接下来四场比赛中啊 能够打一打复加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待 咱们下期再见